你們好,我是Uncle Ray 今天和大家見面 希望你會喜歡這個頻道 如果可以的話,給點支持我 請訂閱、讚好或分享給朋友 還有,記得不要忘記要按鈴鐺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可以留言給我 在日本餐廳裡,我們經常會叫這道菜 是西京燒三文魚 其實是非常容易做的 不如今天,我們一起在家做西京燒三文魚吧 我們一起看看材料吧 魚方面,你可以選擇三文魚或銀雪魚 不過加拿大的銀雪魚比較貴,我都很少用 味噌方面,我選用了白色味噌 白味噌,最出名的就是西京的味噌 另外,我選用了真正的清酒 如果你沒有的話,可以用日式的料理酒 選擇味噌 紅酒、芝士、味噌 我覺得是非常複雜的東西 每一種都是一個學問 要花很多時間才懂 在日本味噌有千種以上 不同地方都有不同的味噌 而出來的口味又完全不同 我唯有以我有限的知識 介紹一下我所知的味噌 味噌除了用地區分之外 還可以用不同材料和顏色去分類 所有味噌都是用黃豆做的 加入米曲就是米味噌 加入麥下去一起做的就是麥味噌 另外,味噌又可以用顏色去分類 它分為白味噌、淡色味噌和赤味噌 白味噌的代表就是西京味噌和順州味噌 而赤味噌的代表就是白丁味噌 一般來說,發酵時間越久 它的顏色就越深 而味道也越重厚 咸度也越高 雖然白味噌一般都是偏甜的 但有時候也有例外的 例如同樣是白味噌的順州味噌 它就比較偏鹹了 所以用的時候要比較小心的 一般來說,醃魚、醃肉的 我都會用白味噌 而赤味噌有時候我會做麵豉湯 或者做尖醬的 我們來一起預備材料先 通常三文魚我會盡量選一些新鮮的三文魚去用 即是看上去顏色比較漂亮 不會很灰灰沉沉的那隻 有可能的話,盡量選魚身去用 因為魚身的厚度是比較一致 煮的時間不會薄那邊焦了 而後那邊也未熟 另一個問題有人會問 究竟三文魚應不應該有魚皮呢?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買到的魚 都會有皮和沒有皮兩種 盡可能去買有皮的三文魚 因為煮的時候有魚皮的保護 所以煮的時候沒有那麼容易乾身 如果你不喜歡吃魚皮的話 吃的時候才拿走它 我們一起用味噌醃三文魚 首先用清水沖洗一下三文魚 看看有沒有魚鱗在魚上 有就拿走它 接著用廚房紙抹乾魚 我這條三文魚柳大約700cm闊度 我自己習慣將它切片 我大約會切到2-3mm一片 但我都試過不切開魚柳 整塊魚柳用來做 但越大塊的魚柳要烤的時間就越來 如果你控制得不好 可能外面已經焦了 但裡面還未熟 我自己覺得切到2-3mm的厚度 就會比較方便去處理 將三文魚放進細盤裡 然後用鹽和糖灑在上面 這個做法就可以把三文魚裡的怪味 或者魚腥味全部逼出來 我自己很怕魚腥味 所以這個步驟我一定會做 但為什麼要鹽和糖一起去用呢? 因為鹽可以將魚的水分抽出來 而糖可以保濕 兩人一起用的時候 出來的魚好吃很多 但要記住不要醃太久 一般是10-15分鐘 最盡20分鐘 如果不是就會太鹹了 過了15分鐘之後 你就可以將鹽和糖用水清洗乾淨 清洗完之後 用廚房紙抹乾淨 記得要抹走所有水分才可以拿去醃 味噌、清酒、味淋的使用比例 西京味噌的甜度比較高 所以我醃魚的時候 我只是加清酒下去 但如果你用比較鹹的信州味噌的話 除了清酒以外 我還會加味淋 有時候我會加些糖 味淋是用糯米和米菊造成的 所以它出來的效果比較甜 所以如果我用比較鹹的味噌的時候 我就會加多些味淋 我會建議大家 用任何麵糞之前 你最好先用舌頭試一下它 而相反當我用西京味噌的時候 因為西京味噌比較甜 所以我只加清酒就可以了 但你要記住 當你加的味淋或清酒越多的時候 醃魚的時間要相對減少 今次我用的味噌是白味噌 比較甜 它近似西京的味道 所以我只加清酒 而沒有加味淋 而我自己用的 真的是飲用的清酒 而不是煮菜的料理酒 原因是多人多買到的料理酒 都有些鹽份在裡面 但是清酒本身是有些甜味的 所以你要對選用的材料 有調整才對 將清酒和麵糞混在一起之後 就可以用來用了 然後我會用一個烤盆 或者合式的容器 將三分一的味噌和烤盆 有些廚師就會將味噌和魚身 直接接觸放在一起 我覺得這個方法 你需要醃製的時間 控制得非常好 不然出來的效果就會過鹹 我自己就會用沙布 或者廚房紙 隔開味噌 再放一條魚上去 醃魚煮出來的效果 魚會比較柔和 沒有那麼強烈的鹹味 如果你想一時間 還沒吃這個醃製的三文魚 你可以放多兩層沙布 這樣可以控制醃製的時間 然後將一層沙布 或者廚房紙 鋪在魚身上 再在上面 塗滿了剩下的味噌 我們利用地心吸力 和萬有引力 再加上 浸滿了清酒的麵糞 它慢慢就會滲透到魚身上 然後用保鮮紙包好烤盆 然後放到雪櫃 大約放的時間 最少約8個小時 也試過最長放過24小時 我出來的效果也不太差 但你要記住 你用不同牌子的味噌 又或者不同鹹度的味噌 出來的效果都不同 所以醃製的時間要很小心 醃製的時間要很小心 醃了24小時之後 將魚拿出來 你明顯看到魚身 沒有直接和麵糞接觸到 所以出來 它不會沾到任何麵糞 如果魚身接觸到麵糞 你拿來烤的時候 很容易就會焦 用這個方法 麵糞還可以重用 大約可以多用一至兩次 然後用浸過水的竹籤 或者是鋼針 將魚穿在一起 我覺得穿著 然後放在焗爐烤 出來的效果是最好的 然後我會倒水到烤盆裡 烤的時候 魚沒有那麼乾 我之前做食神叉燒的一條片 都用過這個方法 但如果沒有烤爐的話 你可以用鑊煎 2-3cm的厚度 我會放在焗爐烤上 240度焗了4分鐘 很快就過了4分鐘 魚可以出爐了 看看焗成怎樣 很明顯向著烤盆那邊 就未熟 我們反轉三文魚扭 然後將味淋塗上去 兩邊都要塗好味淋 塗了味淋的三文魚 再燒出來 就好像面上有一層光亮的感覺 放在焗爐烤再焗4分鐘 出爐了 你是不是覺得 塗了味淋的三文魚扭 看上去漂亮很多呢 淋上碟之前 我會塗多一層味淋 你看上去就會上一層光油 吸引很多 如果你嫌魚身再不夠脆的話 可以放在焗爐多一會 在北美的烤箱 有個鍵叫boiling 是高頂火的意思 你可以把三文魚再放下去 烤一會 讓它出來的效果再美一點 不過我覺得很難控制 所以我決定用噴槍 用火來淋一下魚 那魚皮就會脆很多 我自己覺得西京燒最好吃 就是用蛋黃醬 或者日本的壽司薑 這樣配合一起吃 如果你沒有的話 最簡單就是擠檸檬汁 都很好吃 記得鋼針要趁熱拔出來 如果冷了的時候 魚身收縮 到時鋼針會黏著魚 很難才拔出來的 我這條西京燒三文魚就完成了 做法非常簡單 希望你們會喜歡 我是Uncle Ray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食譜 如果你喜歡的話 請訂閱、讚、分享給朋友 如果你按一下小鐘 你就會收到我最新的影片 多謝大家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頻道